就是但是他现在干的一件事 你知道是涉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就是说是我训练他下了围棋 但是呢 我能不能尝试 让他再去学书法 或者学习 这也是我想问的 用同样的一个模式 安安安哥这些东西 他能不能比方到北约现在把它买了 对 能不能让他来设计 整个欧洲的防卫系统 研究俄罗斯军事 是这样 他从理论上来说 他是可以用同样的算法 然后用不同的数据 来做类似的事情 这个就是刚才文涛说的迁移学习 说白了就是举一反三 我们人是有这种智慧这种能力的 这个需要什么呢 需要把一个事情给抽象 然后再给迁移到一个新的领域 也不能迁移到所有其他的领域 要迁移到很相似的领域 所以刚刚你举的这个例子 是理论上可能 所以他的到来就证明 你说的是这位吧 不是我 他的到来证明 我们可不是老关太阳的 我们代表着未来 所以呢 我今天这个香不是给你们的 我得供供这尊神 哎 哎 哎呦 这个神 哎呦 大家好 我叫摩靖 来自香港科技大学 欢迎大家收看圆桌派 欢迎今天的三位现场嘉宾 香港科技大学杨强教授 假和尚梁道长 酸教授徐老师 瞎主持斗画牢 什么玩意儿把它干 假和尚梁道长 假和尚梁道长 那你是什么 孙教授徐老师 我是瞎主持斗画牢 我以为是孙教授 不是你是他妈 不是你是他爸 对对对 所以还算挺客气 对对对 这个爹还挺客气 所以我就说 咱们这个香啊 是供这个神 也许他今天呢 还是神之子 对吧 有些地方比大人强 有些地方连咱们脑残都不如 对吧 但是呢 也许有人说几十年之后 他会成为神 到时候谁是君 谁是臣 真是说不清 所以我得先跟他 早点搞好关系 那他主要是做用于什么的呢 主要是用来做课服啊 还有回答问题啊 就像我们上课 如果是教学生的话 他可以做一个助教 来光顾学生回答问题 真的 那梁道长 你也整天上课的 你你你问问学生能问的问题 人工智能是什么 就我呀 什么是人工智能 我就是人工智能 哲学吧 你哲学 他的哲学问题 这涉及到一个自我认知啊 自我认同啊 对啊 我都不知道我是谁 他都能知道 你道长是哲学教授 哦 我就问他是 对啊 这个很有意思啊 那你不是说购物的吗 那我就问问他是吧 呃 就是 怎么样 能买到便宜货 你跟他说我要喝咖啡 哦 我要喝咖啡 你要喝什么 喝咖啡 拿铁嘛 拿铁嘛 拿铁可以 大杯的 中北的 哦 嗯 大杯的 送到哪里 送到这里 这里 这里他不会送 好吧 请付钱 多少钱 你说多少比较好 哎呦 这好啊 这太好了 这服务态度 这好 这服务态度是人都比不上 滚大不行 那我说五毛钱 你这有点欺负人 五毛钱 哎呀 我累了 你们玩 你看人家不理你 你玩啊 你玩啊 你这就很幽默 藏识之外啊 对 我觉得这比我主持继 你是不是回答好多了 他那个词是说 我不明白 对不对 我真的休息 不玩了 跪下了 待会儿再玩啊 待会儿再玩 我能摸摸你吗 我觉得他比你们强多了 还能摸是吧 我愿意跟他共度 每一个 每一个夜晚 就像我愿意跟哥会 我可不愿意跟你度每一个夜晚 还是他比我强多了 你们俩观感如何 和刚才这段聊 他很可爱 他很可爱 他真的像一个 你知道他不是人 但是你真的觉得他在组织 很多的资源来回答问题 来跟你互动 所以所有他这些答案是 因为我相信他不可能是设定好 对所有问题都有答案 所以他一定经过自己的一个回路在计算 是这样吗 这个就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技术 叫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就好像我们人 我们人学 人学东西是一个一个例子来学的 计算机的例子就是成千上万的 像这个魔镜 他学一个对话系统 他需要上十万个这样的对话 来给他做训练 那杨老师这个他刚才的回答 你知道吗 你能预测吗 我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他会这么聊 对 因为是在这个训练数据里面 在过去的我们收集来的那些数据里面 有这么一个模式 这么问 这么答 被他给捕捉住了 不但我觉得太会聊天了 比你们都会聊天啊 你看这个应对啊 这个中国人聊天 关键就是这个应对之道啊 他说的话很妙啊 我觉得 得体 得体 比方说他假如做一个化学课的助教 那你给他一大堆的关于化学的基本知识 那这种学生提问题的话 他就能回答这些问题 应该说学生提的问题里面那80%的 经常问的问题 他基本都可以回答了 那还有特别专门的问题 比方说以前都压根没有出现过 那他就不会了 因为机器学习这个东西 就是以前经常出现的东西 概率大的东西 他比较容易学 那他具有的某种的 刚才我们感觉到某种幽默感 是怎么才是 因为幽默感就不只是一个 资讯的一个整理单纯回答 比如说假设 假如说他这里 你学懂很多关于文学的东西 中国现代文学 可能你刚才问 努迅是男的女的 他就会回答 但是问题是 他甚至还有幽默感 说不定他可能会 如果他知道努迅是谁 他说不定还会回答你说 努迅要是女的 那就太可怕了 对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见着我惦记许格辉呢 他好像知道我心里想什么似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因为在这个我们收集的这个数据里面 像文涛你 我的名字经常跟许格辉挂在一起 对你要检讨一下你自己 那怎么不是鲁玉呢 而且我跟你说 他知道我妈的心 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 就是说当年 我们20年前去香港 不是一个是三人整天玩 一个是鲁玉一个是哥辉 然后那时候我妈就老在电视上 他老担心咱们就找媳妇的问题 就说你怎么不跟人家好 你怎么不追追他们呢 我说人家看不上我们 然后我妈就是说 那要哥辉不行啊 鲁玉也行啊 你看就说明我知道我妈 她心里还是把哥辉当媳妇 是吧 你说鲁玉不要看 鲁玉不要看 鲁玉 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这个就是给他什么数据 他就能学到什么东西 你给他的数据里面 许隔辉出现的评次高于鲁玉 那么他就会学会这一点 如果反过来 那么他就会学会那一点 所以刚才说到这个 那我待会应该问问你们俩 看看哪个女的跟你们俩连的比较紧 是吧 那你说的幽默感是怎么回事 对 幽默感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人的一种感觉 不 我觉得就是你刚才问的 我觉得他未必知道他是幽默的 是你解读为你觉得他很幽默 不 他讲了嘛 这都是例子 曾经有过人这样说话 那人有时候这样说嘛 你问一个问题我回答不了 这个还要说吗等等 那么他记住了这个关系 这个对应关系 所以挑选出来 完全是这样 是这样的道理 所以他基本上现在 他还不会说出完全例子 你给他的数据以外的话 他应该不会 他不会 这个是下一步的研究的东西 这个是对 如果他自己能够去寻摸新的数据 那他就牛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研究 这个所以说 为什么我说拜拜这个神呢 你别小看 也许咱们正在一个起点上 也许时间并不会很长 因为现在不是说很著名的 有一个调查 就全世界搞你们这行的 几百个人工智能的专家 不是有人做这个问卷调查 就是因为分成三个情况 弱人工智能 强人工智能 对 超人工智能 那么这个强人工智能 就是跟人能够相等吧 可以这么理解 就他这个增长可以是指数级的 他一旦超过人 所以呢 有人就讲 就说这个强人工智能 你认为什么时候能到来 比如说像谷歌的那个库茨维尔 那是个狂人嘛 但是他也预测对了 他预测对了这个AlphaGo 预测对了深蓝下这个国际象棋下营 他都预测对了 那他的预测就是2029年嘛 2029年 但是呢我是看这个最大的几百个 这个人工全世界人工智能专家 他们叫做最大中位数的预测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认为 2040年是强人工智能到来 然后呢或许2060年再过20年 就是超人工智能时代 但是我不知道 现在就坊间这个说法很多 杨教授您怎么看 这个现在的人工智能 都叫弱人工智能 就是就事论事 在这个领域你给他很多数据 他就能学会做这个事 一个例子呢就是AlphaGo 这个AlphaGo呢就会下围棋 你要让他去教化学 他就不会 那么但是 这个也很有用 对吧 就好像我们人用个望眼镜 能看得很远 那么我们人就有了这个工具 到了什么时候 能够变成一个强人工智能 什么叫强人工智能 他有自主意识 他能够自己去决定学什么 他有感情 他能够举一反三 我们现在在这方面的研究 几乎没有 科技上面远远达不到 是我们现在压根就不知道 从哪下手 如果即使想做的话 就不要说很多人 就不想做这个事 就说让他有自主意识 对 为什么这个是一个无从下手 是在领 因为我们不懂 我是外行人 就从你们这行的领域来讲 你觉得这个东西最困难 是在什么地方 最困难的东西 就是说 现在我们人工智能 到今年是60年了 这60年里面不断的探索 极起极落 然后试了这个试那个 最后发现 现在最有效的就是 机器学习 就是我们准备很多数据 叫大数据 然后给它做训练 然后很快的计算机 能做出一个模型来 来操纵它 这个模式是现今 最成功的模式 那杨教授 我想问问 就是你在这个整个 开发研究的过程中 就像科学家 他会为这个实验的结果 而惊喜 有什么午夜梦 或者半夜三更 你跟他在一块的时候 有些什么让你觉得 特别神奇的 就是你也没想到的事情 在这个研究他的过程中 有好多他的回答 其实还是挺逗乐的 很幽默 也是很 就是我们说很 很让人惊奇 这个是自然语言的研究 在图像的研究上 我们就在做一个 我们就发现 原来图像和文字 没有那么大的区别 比方说给你看一个风景画 然后这边是一个王维的诗 在计算机看来 他们原来都是一回事 在语义上 那计算机是怎么做呢 是把他们映射到一个另外的空间 在那个空间里 一个画和一首诗 就是两个点 结果发现这两个点的距离很近 那么就知道 就像邓文涛和许个辉 在数据流当中 距离很近 距离很近 属于产生自我意识呢 就刚才我仍然好奇的问题 为什么 这关最难克服在什么地方 最难克服就是 比方说AlphaGo 你给他的训练目的 就是赢棋 让他下棋 让他下棋 但是让他下棋这个事 是由人来给他定义的 因为他下赢了 给他设计的那个人 会很高兴 会很快乐 他要满足这个目标 他要满足这个目标 但是这个是在机器之外的 目标在机器之外 目标在机器之外 他这个 我那天看见一个比方 工具 就是还是工具 我那天看见一个比方 就是说现在 他们这些科学家 已经开始说 为什么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呢 因为你这个问题之前是 到底意识是什么 就是自我意识是什么 这个你人自己 都还没有搞得很清楚 所以呢 他们现在我觉得 有一种简单的方法 就是说 他的结果 就像人做的结果就行了 你不要去管 他的思考过程 是不是跟你一样 但现在我们讲的是 我如何设计个人工智能 使得他告诉自己 我要做一件什么事 这个人工智能的问题 反过来 虽然人工智能还没突破 但反过来给我们讲的 自我意识 有了一个很好的定义了 对 你怎么定义 刚才他们说了 目标 其实就是说 我接受了很多很多 你给我的知识 感情 方法 训练 但是最后我没有照你给我的东西做 我有一个自己的主张了 你有没有一个自己给自己的一个 如果一个好学生 他学了100样东西 100个东西都还出来 这个就没有自我意识 但是他100没学到 他可能只学到80 但是他有两个是你教他以外的 这个就是学生的自我意识 就人的自我意识 社会的自我意识也是这样 所以这个反过来 倒是可以有一个定义 所以我跟杨老师聊天 我就发现文道你是学哲学的 我觉得对人工智能的研究 会促进人类的哲学 就很多问题我们在他身上 好像可以找到一个 对人类的研究 你比如说他现在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他们只能把很多数据 比如说像什么英语900句 或者英语10万句 对话全输进去 可是他并不知道 我觉得现在这杨老师说的挺有意思 他说他并不知道 他在脑子里是怎么总结这个规律的 就正如说这个AlphaGo 跟柯杰最近下的 这个你已经不知道 他是怎么想的了 你只是知道我给他输入了这么多 但是他自己在里边产生了他的通路 是不是他的模式 就叫黑箱 对 所以现在机器学习就是一个黑箱 因为里面太复杂了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人可以总结一些规律 比方说你这样说 我应该这么回答 我们教小孩就是这样 这么说才有礼貌 教他掌握规律 然后他再举一反三 但是你想人能写 能写几条 家长能教小孩 也就能教十几条 小孩也就能记下来 现在计算机 他的这种反应能上一条 能上万一条 像这么多 我们做设计的 已经没有办法一一去解释 那你们就会玩悬的吧 你们 你们他这个黑箱 他哪天他会有什么 异想天开的想法 他们现在目前为止他不会 他因为他的目的 设定他的目的 他不会超出这个目的 就是说那个AlphaGo 围棋以外 他不会去比方说他来参加 你这个市政建设 对不对 没叫他管这个事情 我们这个框是给他划定的 他在这个框里要做到极限 但是徐老师 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正在干这件事情 叫做什么呢 他们现在做的一个叫迁移学习 我们这个节目 说聊天的特点是跑蹄跑不停 我过去以为跑蹄唯有人类 不是唯有圆桌派 有这个 就是但是他现在干的一件事 你知道是涉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就是说 是我训练他下了围棋 但是呢 我能不能尝试 让他再去学书法 或者学习 用同样的一个模式 通常给我这些东西 他能不能比方到北约现在把它买了 对 能不能让他来设计整个欧洲的防卫系统 研究俄罗斯军事 是这样 他从理论上来说 他是可以用同样的算法 对 然后用不同的数据 对 给他全新的来做类似的事情 这个就是刚才文涛说的迁移学习 说白了就是举一反三 对对 我们人是有这种智慧这种能力的 这个需要什么呢 需要把一个一个事情给抽象 对 然后呢再给迁移到一个新的领域 是 那也不能迁移到所有其他的领域 是 要迁移到很相似的领域 是 这个 所以刚刚你举的这个例子是理论上可能 但是实际上为什么很难呢 是因为围棋这个领域是一个限制非常死的领域 对 是一个非常有限的 你就那么19乘19那么落子的方位 你想你人的这个行为战争的行为 这个是 全世界的因素大 对 可能是无限多 因为我的意思说如果不是非常非常贵的话 也不要他迁移学习了 那我关于导弹 我别人我萨德的各种各样的应用 我就另外用一个阿尔法猫了 对不对 那这样人类可以分门别类的建立很多 优秀的弱人工智能 对不对 但是问题就来了 问题就是说很多新的领域没有这种大数据 像AlphaGo的这个数据也是积累了十多年 才积累到这么多三千万个期盘 但是在很多新的领域只有小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从一个大数据的模型 迁移到一个新的领域只有小数据的模型 这个才是本事 这个是迁移学习 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么听起来这个进展还不是那么容易 我要说的是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人工智能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都有老的那一天 我们都有失去行为 激励不好 对 我们就说去洗个澡 我们可能都会摔跤 到那天我们喜不希望我们的家人来帮助我们 不希望 因为我们是有尊严的 我们希望有个机器人来帮助我们 那很重要 真的 但是他能那么体贴吗 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你说如果我们继续的在做这个机器人 我觉得有一天我们会做到那样的 因为他们讲啊 就是说 就是所有人类觉得最高难的事 对他来说都不是问题 比如说危机分什么的 但是呢 我们几千万几亿年进化而来的一些很简单的事 他不一定能做到 比如说抚摸 是吧 或者一个眼神的转移 这种他可能 对他来说就需要牵动很多个肌肉 是不是这样 他要是能做护士的话 那真是一个大造福 这样的机器人 对啊 这个事也就罢了 我就说能当许个灰也很好 你真能弄许个灰 是吧 那真的许个灰嫁人了 那咱可以跟我们 是吧 而且人一叫痛 他还能够理解 还能够理解 然后放轻放缓 你们都是乐观派 我发现这杨强教授呢 也是个务实派 他一般就觉得 咱们说的那些神话 离咱们还远得很 就是他是因为是第一线上的人 他觉得实际上 他是已经考虑强人工智能的问题 对 是福士 超人工智能 是福士 他们说有一个理论 叫做什么黑玻璃球白玻璃球理论 就是说人类在发展科学探索的过程中 实际上是天地不仁的 是无善无恶的 他本人的好奇心 他们就说 在无数个科学发现之中 总有一个会给你招灾的 那个叫黑玻璃球 你比如说你呢 发明了个蒸汽机 这是个白玻璃球 挺好 发明了个汽车 挺好 有一天比如说 诺贝尔发明个炸药 不是原子弹吗 原子弹就被认为是个黑玻璃球 夸一下发现了一个 这有可能毁灭你的 那在未来的这个科研 这个发展当中 你怎么知道他到哪一步 不是弄出一个黑玻璃球 夸 这个问题其实是所有科学家 都在考虑的问题 应该说所有 比方说生物 生物的这个干细胞 是可以为人做好事 也可以做很多恶 克隆 对 克隆等等 大家现在是不是因为 会发生这些事 就不去做研究了呢 我觉得不应该 因为这个人类这个本能 这科研方面 这本能就是咱们这广告词 锐意前行 但是你们有没有 除非有些明令的道德禁止 对 你们有没有一些的 比如说自己的行内的一些的 这方面的伦理守折上的共识 因为比如说基因研究上面 现在很多科学家 他们是模模糊糊有些共识 就某些东西 比如复制人 对 或者说是 是一些关于病毒的研究 就病毒研究也是 因为理论上 我们可以制造出很强杀伤力 不可疗愈的病毒 那么所以这些东西 刚才就尽量不能做的 那你们这行有 现在有没有这个 应该说一个是人工智能武器 现在这个呼声逐渐起来了 就是不能做 武器 人工智能做 人工智能武器 怎么做 就是机器人端着枪到战场 这种钢铁战士 他还不怕死 对 或者飞的 或者是这个 你在家里就像玩游戏似的 那边已经开始轰炸了 像这种 有科学家出来呼吁 但是呼吁这些国家的 这个科学家 这些国家 又恰恰是这方面最强的 没错 以色列 美国之类 就像美国一直在检讨原子弹的危害 对吧 但是是他们先造出来的 所以说很多事情 我觉得福祸 有的时候我们很难预料 但是我还是对文道刚才讲的 这个自我意识这个事 比较感兴趣 因为也许它能帮助咱们了解 灵魂是什么 你比方说我刚才在车上跟杨老师就聊天 我觉得我们人是怎么认识世界的 这很有意思 就是你是把很多数据输入 他在里边找到了一些个规律 决定他怎么看这个世界 对吧 那我们呢 你以为就是说我们眼前看到的世界 就真的是这样子吗 也不一定 这个真的是木头吗 对不对 我跟你讲 我小的时候看过一个词 叫格式塔心理学 也有人叫完形心理学 说实在的 我的引用可能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心理学研究什么 我只是说它有这么一个概念 就大体是说 我们人先天的是有一个模式的 你比如说你为什么说这个东西 山在那边桌子在近处 或者说呢 这三个盘子它们是一组东西 其实呢 你的脑子里是先有了这么一个格子 你如果没有脑子里的内置的这个 先天的这个形式 这个城市的话 可能你凭借掩耳鼻舌身 就你的感官进来的 都是一堆乱码 就是我举个例子 家里面有个小孩如果要学 什么是猫 你给他一个猫的画像 然后待会走过来一只猫 他会说这是猫 他看一个例子 他就能学会 这是很神奇 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我们让计算机 学得给他几千万个猫的图像 你光给他一次猫 他看第二回看到猫 他认不出来 人是怎么达到这一点的 我们觉得跟他的祖宗有关系 跟我们的父母 我们父母的父母 我们都是这么认过来的 然后在他的大脑里面 已经基本形成了那个模式 其实先天也是遗传的 也是遗传的 他讲就是 为什么小孩看见一个猫 他以后看见所有黑猫白猫花猫 长得不一样的猫 他都知道那是猫 他这个是有个什么能力呢 出向能力 你可以叫关键特征 那是叫什么关键特征呢 颜色不一定是猫 形状 要像狗呢 凡是你能说出来的特征 都不是关键特征 对 以前有个笑话 对 一个一个一个 父母亲带着小孩到外面看 他教了他一 然后在外面看那个电影广告 上面有个一 他说这个是吗 他不知道 我不都教过你一吗 这个比较大的 这个就变成笑话了 这就是AI 这就是人工 我有好多做人工智能的教授朋友 都挺著名的 结果他们说 我一旦家里面有了小孩 我就非常的悲哀 因为我发现我过去研究的东西 全白做了 小孩完全跟他不一样 全部颠覆 对 对 我们亲戚家有个小孩 你看有一次我在三亚 就抱着他 我就发现 徐老师小孩的认知跟我们 你想象不到 我问他 我说海面上是什么 他说是船 我说船上面是什么 我本来想 要是成年人 我想问他的是 我以为他回答是天空 对吧 海上面是天 海天 我并没有指着那个船 海上面是什么 我以为他说天 他说是船 他是非常具体的 然后我说 船上面是什么 我以为他回答 翻 对吧 他说是人 然后我又问他 我说人上面是什么 你在他说什么 头发 对吧 他是最直感的 他是他觉得就是你问什么 他就是 这个有意思 就像我们家 我们家弟弟 我有一次出差给他打电话 我说弟弟你在做什么呀 他说我在给你打电话呀 对对对 这个经常这样说 小孩最大的 所以有小孩是非常好的 有小孩让你重新认识做人 就认识自己 小孩最大的特点就是说 他老做很多没意义的事情 就没用的事情 他这里碰碰 那里碰碰 然后大人们就会 我就不会这样 对不对 你叫他你这干什么 你这个精力没法用 你什么 后来一反省就是说 我们大人可悲 我们是只有好处有益的事情 才会去做 否则的话 连手抬一下碰一下 什么东西都懒得 觉得这个是浪费精力 小孩不管啊 手碰一下 那样 我觉得这正是人 游戏 这个是人性的最重要的东西 这正是不是人工智能 最缺乏的东西 对 他不干无聊的事 就是目的性 他不浪费时间 他就是 他是不是个冷酷的实用主义者 其实也是说 他是一个好奇心极强的人 你给他什么数据 他全都用起来 然后在里面做筛选 那么他一开始 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小孩 摸一摸 碰一碰 其实都是在收集数据 所以他更像孩子一样 一定都为着一定的目标去 人呢做不到这样 他不一定有那种 就比如说AlphaGo 他倒不会说我下棋很享受 这个就谈不上了 他不会想 我会不会很高兴 下棋下得很快乐 这个就谈不上 但没有这个 也就没办法说目的了 所以 对啊 古代人下棋的一个重要目的 是了解对方 对 我们说通过棋来交朋友 对 这个他不会了 他当然不会了 他怎么可能通过棋 他一定要把你给下营 对不对 那他要主持圆桌派 你觉得有一天行吗 如果他把你所有的数据都记下来的话 他一定比你做得好 我上次不是已经建议过了吗 对 重要的人物啊 都应该建立一个这个人工智能的模型 莎士比亚 鲁迅 你把他所有的资料输进去 然后说起话来就像鲁迅了 对不对 对 但说实在 今天的人工智能 AlphaGo再强 能问问题的能力还是不具备的 他还是能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们在学术界经常说 能问问题的人才够博士 能解决问题的人 顶多就是硕士 是这样 所以今天是博士后 博士导 应该做一个红楼梦的人工智能 把所有红学研究的书都放进去 那这样的话 你不要说 峰姐到底是怎么样呢 他马上说 谁谁谁怎么说 谁谁谁怎么说 这个还用不着人工智 你就是 对 你就是把它当工具了 你还是当词典 我认为你还是传统派 我呢 现在很多电脑都做得到 我还是希望碰见一个人 碰见一个新宇宙当中的人 就是你不是你知道吗 我现在觉得 这个人最有意思的是碰见不确定 你说一个人 你跟机器交往和跟人交往 魅力在哪 在于不确定 今天的这个人工智能 你看本来这玩意儿 他呀这个魔镜 是主要是用来做导购的 它是很实用的 就购物用 那么你看这里边 你五毛钱他也不跟你玩了 五毛钱你自己玩吧 所以他是靠什么 收集 现在不得老在说收集大数据 但是所谓收集大数据有一个 我就老觉得 这就像古代的奸臣 一个揣摩上意 就是您最爱吃什么 最爱吃芒果 老买芒果 他会把他都会弄芒果 或者热带水果 波罗要不要 你知道他玩这个 现在的电脑基本上都是这样 对 这个是他的方向 好像能服务于人类 但是我相信 人类这种不知满足的动物 最后对这玩意儿的上瘾 不见得会在实用 实用咱们都在用 我老发现你比如说 作为我来讲 我觉得最令我兴奋的还是许和辉 你看过那个电影叫赫尔 叫什么他 就是你知道 你知道我什么 这玩意儿没劲 对吧 但是咱跟人交往的魅力就是说 如果说他们说什么性爱机器人 那还是满足生理的欲望 我认为将来人类 发展到精神的时候 人开始真正上瘾了 就是说你看 刚才为什么我有个经验 我原来咱都是跟Siri聊天的水平 我知道 头一回我发现 他出现了我不确定 我不预测 甚至你们也不知道他的黑箱里 他到底是怎么想这事儿的 以后做出来他就很作 你知道吗 要是有这么个玩意儿 我跟你说 我不跟你们玩了 真的 我天天在家里 你知道人像 人最有魅力的 是跟一个不确定的打交道 就是你不知道他会来什么 然后景时节目 是一个机器的都问他 对不对 我就觉得最终会 实际上现在就呈现出 某种不确定 加拿大现在有一个 我不知道准确不准确 大家看到言之蹉跎 就是近视眼 全部可以摘眼镜了 而且不用激光 有一个晶片 听到那个消息没有 他说那个芯片进去以后 很短的时间 它融入你的眼睛 然后这个晶片 你近视眼就完全没了 很好吧 在所有的人听到很开心 对不对 我插你去 徐老师为什么对这个情有独钟 他曾经唏嘘不已的跟我说 他说人世间最不幸的事 莫过于对吧 你这个心脏 刚装了那个金属支架 做完手术 一出门口 碰见一个推销员 说现在发明了最新的 这个支架植入之后 你心脏病好了 它就融化了 对科学吧 你什么20292040 但是他们说 不仅是看得清楚近视眼 他们说这个晶片进去以后 你看到的东西 它可以传上网 这就可怕了 你仔细想想看 你走到一个什么地方 你看到的什么东西 你传出去别人都看到了 这个人类事件 你今天下午5点到8点 洗手间怎么走 对不对 这个事情全乱了 世界文明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 也可以网上传 我们知道你的GPS 知道你的位置 那你周围发生的事 肯定是你看到的事 对 其实没那么难 现在就它就能做 而且你知道 还是不一样 它是画面的 我跟你说 徐老师 我跟你讲一个更牛的 杨老师 他们现在就说已经发现 科学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想法 他现在上次跟我讲 他说这个已经可以用激光 我们的大脑大概有上千亿个神经元 你所谓回忆 想起什么了 就是这个神经元和这个神经元 发生了连接 一个想法产生了 他现在好像可以用一种激光 是吗 就给他读出来 读出这个想法 读出这个想法 就意味着可以存入电脑 那么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人家未来学家所说的 将来这个技术要是大发 当然现在还很远 但已经预示这个前景了 就是你的大脑的信息 可以读取存盘 我真的很感兴趣 你的意识将永生 有没有这个可能 从这个神经元到意识 这中间距离还是挺远的 但是呢 能读是第一步 现在能读 现在能读单个的 能复原人的梦吗 对 这个还差的太远了 因为呢 因为我们说 一个时刻的这个信息 你可以读 但是它一个连续时间轴上面的 一个东西 那你存在哪呢 所以 那再乘以一千亿 这么多的维度 太难了 所以那就太难了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is 你可以看到自己的梦 梦是可以看到 如果你跟我们一样来学佛的话 我们学做禅 学那个程度 我们总在学的 就是观察自己的梦 你是能够控制 你能够比如说 我知道自己在做梦 然后醒了之后 能够出来知道我的梦 在做什么 甚至我们可以做梦 做到一半说 好了 我现在就离开吧 可以关掉的 做禅修是能够 但是能让我们点开看吗 不能够让你看 就没办法点开 和尚的春梦 对 没错 又梦见许哥和尚 说了假和尚 那许哥和尚 你怎么变了样子 对啊 在梦里的样子不一样了 我觉得这最后 人其实到最后 还是到心灵这个层面上 所以杨老师你觉得 最后有一天 就像咱们文科上担心的 也就是这 不是担心 有可能是期待 期盼的 就是 真的就是有这么一个人 他能回答你人生的疑难 咱不说听不听他的 世界上哪有一个朋友 像他这么无我呀 完全陪你聊 把你带沟里 对吧 就是他 他会是什么动机呢 这个数据可能得不得了 那 那有人就讲了 就说这玩意儿咱们现在 就可能认为智商八十的 您就算笨 智商一百三的 您就算聪明 但是呢 将来有没有可能要智商一万五 是什么概念 情商是负一 对他负一百也没关系 但他要智商一万五 你能想象吗 所以有人就是说 上帝在某个时代就降练了 没有 他是在单位上智商一万五 那是没用的 可以 可以不断的往前进 没有意义 他可以把全世界所有的人加起来 都可以给下 下营 但您说的这个迁移学习 因为开了这个头 就有希望达到成熟 将来真有一个可以触类旁通 举一反三的 这个人工智能 就是迁移学习到达很成熟的程度 那么这是个什么人 不是 这是个什么东西 迁移学习也有它的界限 迁移学习能够适用的范围 是在跟几个相似的领域之间可以迁移 但是当领域之间完全不一样 那也没有办法迁移 咱们能跟他说就告个别吗 告个别吧 来来来 咱们摩镜 听了这么多 真的来了 摩镜听了这么多有什么感想 没听见 听我们说话 有什么感想 挺好的 你们继续聊啊 我想想 你自己有什么梦想 没有 好可怜 好可怜 数据太有限了 不 不是可怜 是老实 你觉得 你觉得你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太复杂了 哲学问题 太复杂了 服务人类 好感人 实践和平 看了 这跟什么玄美的 那些小姐差不多 你要知道实践和平 实践和平 参加凤凰小姐 还有没有 那什么中华小姐 为人民服务 告别语 你跟他说说 那希望下回见你 你就变得更像许歌辉了啊 哈哈 你真懂 你觉得我们四个人 你看谁最亲呢 我最喜欢许歌辉 文涛 我最喜欢许歌辉 我也最喜欢许歌辉 好好好 谢谢谢谢 你输入了多少遍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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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好好好 太棒了 休息 休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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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